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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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戏关键还看演技各位好我是黄河边今天是2018年的9月26号 细锅呀细的已经是把人都细瘦了了 哎有观众跟我讲啊他说哎呀 河边呢 你最近好像是瘦了两圈了 现在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细锅是可以减肥的啊 我希望观众当中有一些需要啊临时减肥的朋友可以跟我联系啊 我这个是秘方啊 叫细锅减肥法 目前呢 应该说是全球独创 所以 减肥的朋友们赶紧行动了 这个说到龚贵这几天呢 这个确实啊被我们给扒的啊真的是有一点我们都下不了手了 你看这个扒底裤吧扒的哎呀手都很累抽筋了呀 底裤再扒下去吗就直接就扒皮了开始下不了手了 现在呢我们先还是来看看龚贵在农家乐的情况 龚贵又去抓山鸡了 没事啊不就是在那个有四万亩林地的那个什么一个度假村吧 有一个人私人的一个度假村里面抓山鸡吗 开什么重要的会议啊 我给他总结总结基本上就是痘痘西涮 然后呢太阳帅帅 还有呢 六六老外 为什么说六六老外呢 他不是老是要带点那个什么什么保安公司的人吗 前护后拥的啊那这一次肯定也去了 当然了如果是去加拿大那就不行了啊 那当然是在美国境内了啊蒙大拿嘛 然后第四呢是叫叫外卖 叫外卖不行 那地方叫不了外卖啊 因为那个没人送了 不过大家发现没有啊 这次郭文贵啊 说是出国啊 到邻国深山老林啊 大家发现呢 郭文贵基本上是一连串的撒谎啊 被专业人士彻底扒皮 最近网络上面推特上面出现了一大批的专业扒皮人员 你比如说你那架私人飞机的一个航行的图 被人家啊查的可以说是滴水不漏 你在哪里啊停在哪里的你飞到哪里啊 你山的景致是完全一样的 你这个地方就是哪个地方说的清清楚楚 那后来人说了 为什么蚂蚁帮的人至今还认为他在加拿大呢 大家可能忘掉了一些个准邪教的团体 他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慢慢形成的 郭文贵现在他不怕说谎 很多人说郭文贵你为什么要说谎啊 那我倒要说了 有些人不是走路走路老是低头看着这个脚下吗 那为什么呢 他想捡皮夹子 他是没有捡到就算丢 这是一种人的个性 那郭文贵呢是另外一种 他就是要说谎 不说谎浑身一天都难受 因为他是要看着那些被他那个谎言啊 被激活的那份群体啊 那种人的那种言谈举止那种啊 就听后的那种感觉反应 他有快感 所以每个人的精神世界是不一样的 有些人他有人说了这谎言 你好像也也骗不了什么钱财 不是现在要的就是那份感觉 而且郭文贵从小到大就在那个臭气熏天的大染缸里 一路走过来一路骗过来的 有的时候成功了 有的时候失败了 他有的时候也被人骗 而且他被骗的例子很多 而我们知道最近的例子嘛 就是两个了 一个好像是一个2700万啊 捞人啊 结果被人骗了 还有一个就是陈氏兄弟啊 5000万 当然5000万是没给了 郭文贵他一路以来就是以行骗为胜 这蚂蚁帮的人我跟你讲 还靠着这个骗子去实现中国民主 我都吐 吐了五回 一听到这个事情我就吐五回 所以 所以这个我的减肥法啊 大家也不要学了 我就是因为看郭文贵的视频要吐 看蚂蚁帮的人的那些胡言乱语要吐 我的瘦是吐出来的瘦啊 能不瘦吗 不过呢 我这个戏锅秀的节目呢 总体上来讲呢 还是一个娱乐的节目 非常高兴呢 有很多啊 有致力于戏锅的朋友们呢 和我一起啊 共同来营造这个节目 让大家呢 在郭文贵的这种闹剧声中啊 产生一点愉悦的感觉 这个戏锅所传递的那种愉悦呢 是有意深信的啊 今天呢 我先稍少 先把两件事情稍微说一下啊 一件呢 就是关于郭文贵一个广告牌的问题 那个广告牌呢 目前看来是非常成问题的啊 因为它是一个电子广告牌 电子广告牌呢 原则上面啊 一般按照常规 是不放在荒郊野地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容易遭受外力的破坏 有的人把一个弹弓 第二天一休 几万块没了 是吧 所以液晶的电子的那种大型的啊 龙门架式的广告牌呢 一般都出现在闹市 所以呢 那块广告牌呢 应该啊 就目前来讲是应该是一个没有成型的一个牌啊 可能是有些人想设计做这样的一个牌 那么另外呢 还要从技术的考量来看呢 因为一般那种液晶牌呢 它的这个这个牌呢 都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细的边 然后呢 当中它是电子屏 而且呢 在侧面呢 应该有啊 至少啊 有那么十几公分的一个啊 相当于电视机啊 以前我们看到的电视机后面 有这么啊 这么宽的一个一个东西 那现在这些看来是没有 那么另外呢 这个关键一点是什么呢 这个广告牌里面所显示的郭文贵的名字呢 其实不是郭文贵自己用的所有的那种符合他所谓法律意义上名字的名字 那为什么说呢 呃 有专业的人士啊 关注的人士 已经把这方面呢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因为郭文贵的英文名字呢 是叫啊 或者叫是拼音字母的郭文贵 或者叫文贵郭 或者叫是Miles 叫Coco 哈哈 KWOK 这是啊 郭文贵的这个啊 这个用来进出啊 出入境的一个专门用的啊 签署文件的时候的名字 另外郭文贵还有什么郭浩云呢 啊 还有这个另外还有个名字叫 HOWANKWOK 就是他的名字很多嘛 实际文护照的嘛 但是呢 Miles Score 放在那个广告牌上呢 明显呢 啊 看来不是郭文贵放大 有人说郭文贵可能花钱 在那荒山野地是树立了一个啊 广告牌 这可能性很小了 如果说是自己啊 放上去的话呢 虽然郭文贵也是英文的半文盲 但是呢 我想他的名字应该不会不会有大的失误 他的Miles 呢 其实就是一个推特上的啊 一个叫叫义称啊 他完全不能用来作为他正式对外的啊 一种广告宣誓的一种说法的名字 所以呢 蚂蚁帮的人呢 现在跟郭文贵一样啊 也是以这种啊 可以说是行骗的方式在那里啊 招摇过街啊 所以啊 有样学样啊 跟着战神吧 啊 三年之后 我觉得呢 也都可以出师了 三年之后 还跟着郭文贵的 据说现在郭文贵手下的那些蒙面的追随者呢 差不多还有几百好人呢 啊 那么这几百好人呢 我觉得到那个时候呢 基本上啊 都可以独立行骗了 其实就是一个骗子帮 那么还有呢 呃 这个台面上的几个啊 真身露脸的那些挺过干将 我们只要 我们只要有一个标准显现出来的话呢 这些人都要消失 因为我们打仗嘛 挺过砸锅 如果大家都要按规矩办事的话呢 完了 答一比方 如果谁收了国安国保的钱来砸锅 谁收了郭文贵的钱来挺锅 收钱的人全部退后一步 那你郭文贵那边的人呢 基本上台面上的全消失了 恐怕只剩下一个 恐怕只剩下一个 说是没拿过郭文贵钱的曹老师了 现在台面上还拿几个杆有脸啊 在台上挺过呀 都收了钱了呀 但是 收了国保国安的什么砸锅费的人 我至今没有没有听说过 郭文贵说我拿了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万 到现在五块两毛四的钱财的那个凭据都没拿出来 就说明郭文贵把本来应该国保国安给我的钱 他自己给A掉了嘛 所以钱在郭文贵那里 所以我们都没有拿到一分钱 所以我们还站在戏郭的最前沿啊 所以按照这个标准一来呢 那个拿钱的退后一步 不拿钱的站在原位 一看 挺过的人 全消失了呀 就等于两个篮球队跑过去 结果那个雇佣兵啊 哎 全消失了 剩下的都是我们这些爱好者了 热爱运动的人了 哎呀 到这种样子呢 人家可以看出来了 谁是谁非 谁白谁黑 谁对谁错 啊 清清楚楚 好了 今天呢 我们要讲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啊 什么有趣呢 是 西诺兄啊 他今天呢 发一个推啊 他说计划在 不久之后啊 他要推出一个六幕话剧 名字叫剧片郭文贵 我以为是说说笑笑的 哎 我就反正哈哈一乐吧 后来发现呢 哎呦 这个西诺兄啊 还正儿八经 啊 第一幕 明镜郭网红 第二幕 美国之音断播 第三幕 华盛顿记者会 第四幕 马蕊之痛 第五幕 蚂蚁大会 第六幕 大战无人计 这个 西诺啊 他在这个推特上面还特邀 黄河边领衔主演郭文贵 哎呀 蚂蚁帮的人 已经一个一个泪奔了呀 怎么能够叫黄河边这长相 怎么能演我们的战神郭文贵呢 蚂蚁帮的统治们 有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是你想象不到的 人家西诺说了 有黄河边扮演的郭文贵是最神色的 我至少有一个指标跟郭文贵一样 因为郭文贵把我的户籍资料公布了呀 他们赫然发现呢 身高是一米七一呀 哈哈哈哈 郭文贵的蚂蚁帮的人 一直以为我是一米六一呀 哎 这个战神高大威武啊 怎么身高也跟我差不多呢 都是五短身材呢 所以郭文贵的蚂蚁帮的人呢 看到那个户籍资料之后呢 哎呀 我知道他们心情很不好受啊 那是所以现在那个西诺啊 要我扮演郭文贵啊 扮演郭文贵啊 我当然 这个 我应该能胜任啊 能胜任 呃另外呢 那个我跟那个西诺讲啊 要我扮演郭文贵 那我还得问一个条件呢 那里面有没有床戏呢 如果有床戏的话呢 呃 这个就不好说了哈 但有些网友啊 一看到这个啊 我写的这个啊 给给给西诺写的那个叫留言之后啊 哎呀都来了劲了呀 一看到床戏 这两个字有好多人啊 哎呦 眼睛都放光了呀 说郭文贵跟女助理怎么怎么样了 一定要把他移植到这个话剧里面去啊 而且呢 也以此呢 来吸引我黄河边来参与这个眼珠啊 还有人更搞怪说 这个郭文贵的女助理应该让许晴来扮演 哎呦妈 不要丑化许晴好不好啊 哈哈哈哈 如果真要许晴来扮演的话呢 我当然是免费出演了啊 对不对 如果西诺兄能够里面能够安排一些啊 暧昧的片段的话呢 那对我的人生呢 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啊 有色彩的一笔啊 我非得一分钱不要拿演出费啊 我还带了点钱过来投资啊 哈哈虽然金额不大啊 哎呦那个啊 这个这个戏嘛呢 我觉得做一个活报剧啊 我觉得还是很有价值啊 希望西诺兄呢 剧名可以慢慢再争装啊 他说第一幕呢 叫权力的猎手 第二幕是美国之音断播 第三幕明镜郭网红 第四幕华人顿记者会 第五幕 郭片与民运斗争 郭片与民运的诉讼 第六幕大战无人机 第七幕林肯中兴的闹剧 第八幕大结局 雪奔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听上去好像也是文学青年出生啊 明显比新窝的这个版本啊 要更加的诗情化 那么关于这个有些推友啊 对我出演郭文贵 希望我是既出演郭文贵 同时呢 也在剧中的扮演黄河边 那么作为我本人来讲呢 我最好是我就扮演我的本色黄河边 哎呀 不知道那个西诺兄啊 这个剧里面有没有啊 我本人的角色在里面啊 如果有的话呢 我就本色出演最好 但很多网友放不过我 说一定要去扮演这个郭文贵 哈哈哈哈 就扮演郭文贵也好啊 对吧 这个有些网友说了 如果说是西诺在里面加了一段 关于啊这个郭文贵和什么女助理啊 什么等等之类的那些啊 那些段子的话呢 这里面就就有看点了嘛 那有些不怀好意的推友说了 他说必须加床系 床系加了以后 有三个巨大的作用 一来啊 真实展现原来郭文贵跟女助理 以及其他女性的一个啊场景 二来可以证明啊 这个黄河边啊 到底是不是性能力有问题 第三啊 这个可以大大增加票房 这个推友呢 这个忘掉了 艺术的真实和生活的真实 那你这个话剧嘛 即便是里面有一些啊 带点色彩的一些段子啊 一些场景的话呢 好像也检验不出 他是否啊 这个有关能力方面的问题吧 我想是这样子的 如果真的是要演的那么啊 这个这个暴露的话 那还得了嘞 是吧 就演不了了嘞 当然是开个玩笑了啊 我希望那个西诺兄啊 能够把这个剧呢 尽快的写出来 同时呢 邀约一些啊 有表演实力的团体呢 尽早呢 让这个活报剧呢 能够公演 并且在啊北美啊 能够巡演啊 尤其是美国各个主要的城市啊 加拿大的一些城市里面 我相信呢 是会有很多人呢 来观看啊 如果里面确实出现了黄河边的角色的话呢 我非常乐意啊 免费啊 来注信 好了 报假料还在继续 西文贵还得努力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明天 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谢谢大家